OK我要做無痛大腸鏡 有分子痛的跟無痛的 無痛的有幾個要件 第一個 大腸鏡的前兩天要開始不吃高質豆漿 起司 奶滋製品 還有蔬菜水果 任何有渣的東西不行 你可以吃什麼 什麼稀飯啊 吐司啊 饅頭啊 還有海麵蛋糕 這一類的 麵線啊 蒸蛋 這些都OK 那大腸鏡的前一天呢 什麼都不能吃 最厲害就是喝這個瘦肉湯 其他呢就是運動飲料啊 或是汽水飲料 一整天就是喝這些無渣流脂飲食 再來就是中午跟半夜要喝這個 它是一種蟹藥 這個一瓶是45ml 再加300-500ml 再來加300-500ml 沙石 不要不要不要 下去下去 下去 比較鹹的沙石 喝完它大概30分鐘到一個小時 會有卸下的效果 喝完要補充電解質啊 所以要喝大概1000-1500ml的運動飲料 喝這個要喝兩次喔 一次是中午 第二次就是半夜 半夜完啊 要跑廁所 跑完廁所 也是一樣要喝這個 當天手術的凌晨兩點 之後 不要喝任何的東西 包括水 也不要吃任何的東西 昨天半夜喝那個蟹藥 滿不舒服的其實 一整晚都沒睡 一直在下血 早上9點啊 就到這邊 35歲吧 這個大腸鏡啊 要面對 不要講 早上不知道就OK了 因為不OK的時候 我就來不及了 好啦 手術做完 那個胡同大腸鏡 其實非常舒服 它是給你掉個點滴 然後退進去一種藥 然後突然間你就會很舒服的睡著 過了20分鐘 你就醒來了 欸 手術完了 所以我大概9點進去 11點就出來 然後找到兩個溪流 給我切掉 所以我們這個大腸啊 還要滑順啊 看到任何的小東西啊 要給它剪掉 還好有做大腸鏡